哈喽,小朋友们好,我是小佩老师 还记得我们刚刚所上的课文吗 对了,刚刚我们所上的课文呢 就是单元器的做月亮的网 OK,他说呢,谁呢 他说小杰,对不对 小杰做了一个大大的网,要做什么 他要抓月亮,对不对 但是呢,他最后抓到月亮嘛 他就说呢,如果天空的月亮呢 还在闪亮着 这样子他抓到的是什么 是星星,但是呢,小朋友你们还记得嘛 我说他抓到的是星星嘛 对了,他抓到的不是星星,是一种昆虫 名字叫做萤火虫 有没有 他抓到的就是萤火虫 他的尾巴会发亮的 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做他的练习了 OK,在做好练习之前呢 我们需要准备的就有 练习布,OK,准备我们的练习布 铅笔,橡皮擦 以及彩色笔 OK,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 动手做他的练习啦 今天呢,我们已经准备好练习的本了 对不对 所以呢,直接打开第37页 上面写着练习19 OK,然后写上你们的姓名以及今年的日期 姓名以及今年的日期 OK,他说 A想想说说写写画画 A想想说说写写画画 在这个中间呢,这个字是什么字呢 这个字呢,就是王 王,王,还记得吗 小杰说他要吃一个王来捕捉那个月亮 最后呢,他抓到的是什么呢 他说是星星,但是是星星吗 不是对不对,是什么 是萤火虫 所以呢,王可以做什么呢 啊,有什么东西是王字的 OK,球具 OK,球具呢 他的在他的中间呢 这个拍呢,他的里面呢 编制的就是王 OK,很像王这样的 还有呢,就是王球拍 OK,王球拍 所以呢,你们可以用你们的脑袋想一想 有什么东西是 有王的,然后跟他画进去 只要是球具 OK,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捕鱼的鱼网 我们捕鱼的鱼网 鱼网可以抓到什么呢 啊,可以抓到鱼,还有呢 还有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近每一次都在用的 就是网线 网线 OK,这个呢,其实是构词来的 构词 OK,网线 所以呢,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网线有什么呢 啊,你们会用网线来上YouTube 对不对,每天 会在那边找卡顿来看 对吧,然后找一些 knowledge来看 过后呢,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每天使用的zoom 也需要网线 也需要网线 所以呢,小朋友 你们可以在这三个格子呢 分别跟他写上 球具 鱼网 鱼网,以及网线 OK,你们想一想 球具呢,有哪一些是有网的 你们可以跟他画这句 鱼网呢,可以捕捉到 除了鱼,虾,还可以捕捉到什么 东西 然后呢,网线呢,你们会用网线来做什么 啊,不一定要画YouTube跟zoom的 你们也可以想一想 你们可以用网线来做什么 OK 好了,然后呢,我们就一起来打开第38页 OK B,查一查 B,查一查 OK,你们有看到吗 这个1到5的呢,是什么呢 啊,这个呢,就是接龙 例如呢,可以 啊,以为 啊,它的最后一个呢 一定要接下一个字的 前面这一个字啊,例如就是这样子 可以 OK,这个以字呢 在下一个的开头呢,它就要做第一个 OK,以为 以为 所以呢,这个就是接龙 啊,就像这个呢 捕猎,对不对 捕猎 啊,还有什么呢 猎了 猎了就要找猎物 猎物 所以呢,捕猎 捕猎的后面这个字呢 猎呢,它就要找另外一个开头 是他的字来开头 OK,猎物 所以呢,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第一题 第一题呢,是捕猎 对不对 捕猎 然后呢 猎物 猎物 第二个呢,是什么呢 啊,抛开 抛开 开 开门 开门 OK 第三个呢,是什么 轮班 轮班 还有什么呢 班级 班级 你看到吗 老师在他的后面呢 写了这个字 在另外一个字的开头呢 就是放在第一个字 OK 所以呢,第四和第五题呢 老师想要你们尝试去做 OK 第四跟第五题呢 你们尝试去做啊 OK,跟他找答案 然后跟他写进去 写看 第一题是什么呢 一只水花 还是一片水花 你们还记得吗 对了 是一片水花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就把片子 跟他圈起来 OK 第二个呢 是一座皇宫 还是一个皇宫 你们还记得吗 老师说呢 它是大大个的 对不对 建筑物是用在做的 对吗 所以呢,一座皇宫 一座皇宫 所以呢,第三 第四题呢 老师要你们尝试做了 然后把答案 圈进去 是一只蜜蜂呢 还是一只蜜蜂 OK 第四题呢 是一颗河流 还是一条河流 OK 你们跟他圈下去 OK 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打开 第39页 39页 上面是写着练习20的啊 练习20 同样的写上你们的姓名 以及日期 姓名以及日期 OK A 想想说说 写写画画 A 想想说说 写写画画 在这中间 这两个字是什么字呢 啊 这两个字呢 就是发光 发光 OK 有什么东西会发光的呢 啊 在天空呢 我们看到发光的有什么 有月亮 还有呢 星星对不对 还有星星 过后呢 有什么东西是需要电力才能发光的 啊 例如呢 灯泡 灯泡 还有呢 啊 桌灯 桌灯 OK 这些呢 都需要依靠电力才可以发电的 OK 他们才会发出光芒 还有呢 还有什么东西是会发光的 啊 啊 就是火炬 火炬呢 就有这些 啊 用木材点起的火 啊 用木材点起的火 还有呢 蜡烛对不对 这些呢 都不需要电 OK 都不需要电力 就能生出火光的 他们就会 点了呢 你们的世界也会跟着光亮的 就是这一些的 OK 所以呢 你们就把这三个呢 跟它填进这个空格里面 OK 第一个呢 就是天空 天空 第二个呢 就是电力 电力 第三呢 就是火炬 火炬 OK 所以呢 你们想一想 除了星星还有月亮会在天空发光 还有什么东西会在天上发光呢 你们跟它画进去 OK 除了灯泡跟桌灯呢 什么东西是需要靠电力才能发出光芒的 OK 第三呢 就是火炬 除了用木材生火 蜡烛点火的以外呢 还有什么东西是不需要电力就能生火的 OK 会发出光芒的 所以呢 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下一页 OK 40页 吸茶一茶 吸茶一茶 一个太阳还是一颗太阳 还记得吗 是一个太阳还是一颗太阳 对了 是一个太阳 OK 第二个呢是什么呢 是一轮明月还是一道明月 是一轮明月呢还是一道明月呢 对了是一轮明月对不对 接下去呢是一颗星星呢还是一朵星星 是一颗星星呢还是一朵星星呢 答对了是一颗星星 接下去呢是一道风还是一阵风 是一阵风对不对 一阵风 所以呢把正圈起来 接下去呢 第五题呢是一个彩虹还是一道彩虹 是一个彩虹呢还是一道彩虹呢 啊 是一道彩虹对不对 最后一个呢是一片云还是一个云 是一个一片云呢还是一个云 答对了是一片云 一片云 接下去呢我们一起来看下面这一项 C比一比 把会飞的东西涂上颜色 C比一比 把会飞的东西涂上颜色 OK 就是这个字飞 OK 在这个飞的两个点点呢 就很像翅膀对不对 啊会飞的 接下去呢你看 第一个呢就是蜜蜂 所以呢我们就把蜜蜂这个字呢 跟它打一个小狗狗 OK 第二个呢是花朵 花朵会飞吗 啊你们想一想 第三个呢是蝴蝶 蝴蝶也会飞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在蝴蝶这里打一个小狗狗 接下去呢 接下去呢 鲸鱼会飞吗 鲸鱼 啊你们自己想一想啊 会的话你们就跟它打狗狗 接下去呢 蜻蜓蜓蜓会飞吗 蜻蜓 OK 过后呢就是月亮 月亮 再来呢就是小鸟 小鸟 最后呢就是鞋子 鞋子 OK 小朋友你们想一想 哪里一个是会飞 所以你给它打一个狗狗 然后跟它涂上颜色 OK 小朋友呢今天我们的练习就接近尾声了 就已经做完了 所以呢记得把你们的练习完成它 37 38 39 40这四页 OK 完成了过后呢就拍照给老师看 老师就会给你们信心 如果呢你们在做的过程中呢 有什么不理解不明白的地方呢 可以WhatsApp 叫妈妈WhatsApp给老师 或者呢你们按语音 然后告诉老师 你们有哪里是不明白 不理解的 老师会尽快的回复你们 OK 这一支试验呢就是你们今天的功课 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 记得喝多多水 拜拜